大家好,我是小尹 今天花2块钱买了2个西葫芦 我们用它来做个好吃的 首先把西葫芦清洗一下 清洗干净,然后控干水分 再去掏去尾 然后先切成薄片 尽量切得薄一点 再切成细丝 切好之后装入大一点的碗中 再加一勺盐,搅拌均匀 腌制5分钟 腌制西葫芦变软 再准备一个西红柿,花十字花当 装入碗中,倒入开水烫2分钟 等一下好去皮 再准备一块老豆腐 用勺子压碎 像这样就可以啦,放一旁备用 再把西红柿捞出来去皮 然后先切成薄片 再切成小碎丁 切好之后和西葫芦放一起 再把豆腐也加进来 然后加少许盐 和适量的胡椒粉调味 最后加一大勺面粉,搅拌均匀 搅拌成这种粘稠的面糊状就可以啦 热锅放油 如果没有这样的锅也可以用平底锅 然后用刷子刷均匀 再把菜火也加进来 然后用筷子压一压铺平整 盖上小火焖两分钟 两分钟之后再给它们翻个面 然后小火再煎三分钟左右 煎至两面金黄 像这样就可以啦 香胖胖的西葫芦早餐饼就做好啦 西葫芦这样做 简单美味,鲜嫩又多汁 再搭配上豆腐和西红柿 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 早餐十几分钟就能搞定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